哦吼 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那挖机 上个视频我拆了这个房子 很多人说我继续不行 一栋这样两层的房子都要拆一天 说我在摸东家的阳工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算什么了 才拆一天而已 今天我就要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借助垃圾我要挖几天才能够挖出去 嘿嘿 既然东家把我叫过来了 我就一定要他知道 便宜美好货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把这些借助垃圾全部处理掉 只有把这个房屋地基全部挖平了 才好挖房屋地基 而东家到处叫不到车子 就只叫了一个小货车 送的距离又比较远 所以装了那一车 我就要在这里等很久很久 东家跟我说 尽量把这些大块头全部装出去 因为他怕如果先装这些碎的 到后面那些大的 司机就不愿意装了 所以这些大块头 只要挖就能够挖得动 就全部给他们装上去 一个上午跨过去了 就装了两车货 我就跟东家说 要他多叫两个车过来 如果只有那小货车一个车装 估计一个星期都装不完呀 因为东家自己没有地方处理 这些借助垃圾 要货车司机自己找地方处理 所以别的货车司机 多不愿意来 好不容易这个红色车子 来拉了一车 结果他又没来了 哎 车子没来的时候 也总不能停着啊 要是挖机停的 肯定就不会给我计时机了 所以我就在把这些水泥花 搞小一点 等这个小货车来了 就给他装麻麻的一车 这个货车司机 今天是吃香了 别的货车司机 都找不到地方处理 这些借助垃圾 就他一个人找得到 他一个这么小的车子 拉一趟的费用 比我开挖机 一个小时的费用还高 大家说气不气人 这个货车司机 上午拉了两车 下午又拉了两车 结果最后一车 车子坏掉了 我在这里一直等他等 等到太阳都化下沙了 他还没有来 算了 今天就不搞了 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我来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红色的货车 这个货车司机 他也能够找到地方 处理这些借助垃圾 东家就要我 把这些大块岛绝不装给他 也不管他到不到都出 先给他装马再说 再挖一些碎的 把那些放些铁马 这下他就倒不去来了 这个小货车呢 又修好了 他又来装了 我把这些大块岛 全部装到车上 结果这一天 就只装了两车 都没有来了 这下好了 一个车子都没有了 东家又到处找货车 看有没有能够处理 这些借助垃圾的 最后还是没有叫到车 东家就想了一个办法 干脆把这些借助垃圾 全部挖到四周刷了 就这样又转了一个上午 还是有这么多 到下午的时候 结果这个小货车又来了 嘿嘿 又可以装车了 我本以为是要把这些借助垃圾运出去的 结果就是倒在我挖机旁边 我说东家 你是不是钱多 大家看我明明可以用挖机这样直接甩过去 他却撇撇要跟货车这样转 我也真的是服了 既然东家这么任性 那我也随他 就这样一台挖机 一台货车 又磨了一个下午的阳光 整整两天过去了 兄弟们你们看一下 还没有搞好 真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来到了第三天 东家直接放弃叫货车了 他要我把这些借助垃圾 原地给他整平 就是把整个房屋地基 直接抬高几十公分 这样就不需要装出去了 以后房子还可以跟前面弟弟的房子一样高 这些昨天堆在这里的 也全部给他挖平 就这样又干了一天 加上拆房拆了一天 总共四天十天 总算帮东家把这个房屋地基整平了 本来东家包给那台大挖机 两千八就可以搞定的 结果比我哈勒挣了五千六 嘿嘿 每天都挣几百 生活多汁多惨 喜欢陈师傅的 给陈师傅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回见 二和 兄弟们 陈师傅挖鱼塘 只挖漏水鱼塘 今天村里有一个好大哥 说我挖鱼塘特别厉害 1080包给我 要我给他挖一个大鱼塘 老板的要求就是 挖一米深 保证不落水 当老板说出这两个要求之后 我就在想 这还不是很解答的事情吗 分分钟就可以把它干出来 至少要存在八百八呀 自从上次挖了两个漏水的鱼塘 帮老板修复好之后 现在村里人都查开了 知道我挖鱼塘技术杠杠的 大家都喜欢叫我挖鱼塘了 挖鱼塘 根据我13年的挖鸡经验 要想鱼塘不漏水 我们就用草还有吸泥巴混合在一起 修堤坝 这样的堤坝才揉过 这个草好比那个钢筋 那个泥巴好比那个凤泥土 只有用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 才能够发挥堤坝的最强硬度 这样的堤坝它才不会漏水 什么泥丘啊 防晒呀 龙虾呀 它抓到堤坝里面 看见堤坝里面有草 它就不抓了 只要堤坝不配龙虾 泥丘防晒它们抓洞 这个堤坝它就永远不会漏水 这是我个人得出来的经验啊 我这样解释给老板听之后 老板一个劲的大拇指夸扎我 这不又帮老板截到了一条大房上 老板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这鱼塘里面的泥巴太多 没地方堆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泥巴 全部堆到这上面 我们做堤坝 不需要这么多泥巴 老板的要求 他只要我挖一米深 我心里想着 我只把这鱼塘挖下去50公分 然后把堤坝做50公分高 不就有一米深了 嘿嘿 我发现我太聪明了 由于去年鱼的行情加特别高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养鱼 养鱼最怕的就是鱼塘露水 而只要叫我挖鸡挖的鱼塘 基本上都不会露水 我挖鱼塘 伊巴喜欢鱼塘里的泥巴 越吸越好 最好是有水 如果还有草 那就更好了 不滴巴用吸泥巴 吸泥巴里面有足够的水分 每一朵吸泥巴都黏在一起 吸泥巴里面有水分 它怎么会露水呢 是不是 才挖了20分钟 就已经挖了这鱼塘的80%的工作量 老板说尽量要我帮他把坡刷好开一点 这样的要求对于我这种老司机来说 简直就是雕虫小技呀 我还特意帮老板设计成了一个土圆形 这样的鱼塘看起来又美瓜又大气 由于堤坝只要做两方 剩下的泥巴 我们都选择把它挖上来 然后把这个坡稍微的刷一下 刷这种坡一定要轻轻的压 不能压它重了 压它重了就会出现像我这样的情况 上面流下来了 老板说上面的吸泥巴既然流下来了 就帮我挖上去做堤坝吧 本来堤坝是不用做这么高的 如果我把堤坝加高 那我这鱼塘就至少给老板挖了一米二到一米五升 这样我就吃亏了 增加我的挖机工作量 时间一久我就抓得更少了 我也不管这么多 随便做做样子 挖机都上来之后 就把坡好好的刷一下 刷美瓜一点 刷完坡之后 我们把挖机开上来 开上来之后 老板要我把这两个石头 给它做一个假刷 做这种事情我是相当抓业啊 随便刷下午初二 就把假刷做好了 接下来 把刚才开上来的那条路 稍微的修整一下 V41080包的 但是我现在才做了八个小时都不到 我感觉如果现在回去的话 对不住老板给我这么多money 所以 我又回过头 把刚才挖上来的泥巴 修好开一点 再给老板多做几分钟 让老板觉得他这个money 发的物有手值 接下来我们帮老板把这个坡 再刷好开一点 有这么多邻居在旁边看着 当他们看我挖了一个这么好的鱼塘之后 说不定他们也要挖鱼塘 所以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多做几分钟 把这鱼塘搞得漂漂亮亮的 继续把这挖上来的泥巴扫平 这样老板就可以到上面 种鱼草 草种在鱼塘泥巴上面 特别的肥 坐在挖机上 我无意中看了一下鱼塘 觉得只要稍微修一下 就可以把鱼塘修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想到就马上行动 立马又把鱼塘改了一下 改成一个爱心的样子 突然发现自己太有才了 开挖机 也能开得跟艺术品一样 鱼在这样一个爱心鱼塘里面生长 估计是又大又回呀 到年底老板肯定是一个大方收啊 每天少挣几千 生活多汁多惨 看老板的笑容就知道老板非常满意